稍早新闻我们已经为您报道了 这两天西南气流发威 下起雨来像台风一样 已经让南部豪雨成灾了 赛教局说呢 今天其实是雨势最明显的一天 台南嘉义云林一带 甚至会出现超大豪雨 而累积到下午的四点 台南新营的雨量 已经超过500毫米了 而至于明天呢 西南气流还会从南部往中部移动 所以全台民众都要提高警戒 倾盆大雨宣泄而下 让南部这两天又变成水乡泽国 八把水灾后 西南气流再次发威 累积雨量更媲美青台 那预计今天的话 大概在中南部地区都有 豪雨或大豪雨发生的一个状况 台南新营地区到了周二下午四点 累积雨量已经达到501毫米 突破超大豪雨标准 其他像高频嘉义地区 平均也有32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 西向局警告 像这样的豪大雨不但会继续下 而且范围还会再扩大 明天会稍微往北扩展 会比较往北扩展一点 所以在中南部雨还是蛮大的 那可是中部以北地区的话 也还是要特别 就要特别注意 明天都不排除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雨量 也看西南气流来势汹汹 马政府神经紧绷 行政院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经济部农委会交通部等单位全部进驻 由副院长陈冲作证 将防灾工作拉到台风等级 目前水位有在警戒的状况了 大概包括了二人溪 还有巴掌溪两条河川 值得注意的是巴掌溪的水位 还持续在上涨当中 不敢轻忽西南气流的威力 这回台湾从上到下 大家严正以待 就是不让爸爸噩梦再次重演 明星文综合报导